接下来我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有请二位女嘉宾同时登场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我们男女嘉宾选择其中一道 你最关心的问题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谁来承担 二 生活如果出现不同意见 该如何解决 三 建议我退休金多少吗 四 要登记吗 五 想带我去哪旅游 六 生病了能照顾我吗 来咱男嘉宾先问 二 生活如果出现不同意见 该如何解决 俩人看看这个问题是大还是小 就是和平解决一下 这个事他感觉就是 你感觉他说的不对了 那么哪块不对了 跟他俩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们三号女嘉宾 互相商量呗 商量 那商量不来呀 各持己见 冷静自己考虑一下呗 冷静自己考虑一下 就是两个人 不关于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在研究里去解决 就是不存在了这个分歧 比如说我做的不对了 他说你看我说我对吧 我说我做哪哪哪我做错了 请你原谅 就是把问题解决了吗 是不就不存在 那你不会是那个主动认错那人吗 那是百分之百的 我说了我不能认错 我不认错还是认错 那你有的时候俩人吵架 不就是因为都觉得自己对吗 不可能吵架 在我这不存在不了吵架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你这双方有病必须得照顾 不能离开左右 好 来咱们三号女嘉宾选一个问题 选择五 五 想带我去哪旅游啊 他说阿俩在一起 你愿意上阿俩旅游 阿俩就去 那还有啥树 那还有啥树 对不对 行 好 叔叔你今天过于随和了 这是十九四 咱们接下来要进入 最激动人心的 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来 三位 背对背站好 当我倒数三个数结束的时候 勇敢地对他表白 心动倒计时 三 三 我也很喜欢运动 我也喜欢游泳啊 爬山啊 有时间可以一起旅游啊 实在点打个分 一百分满分 一百分 谢谢 意料之中 我发现大哥的眼睛里面有星星 没动的 盯着看 我猜想我们是不是现在心跳一定加速 他们猜的对吗 差多少 差多少 没请的 哎呀 我们阿姨不好意思了 我们阿姨是真的不好意思 二 我对人的就是自己比较会过日子 你没有什么爱好 我爱好打篮球 溜着一小回来 再喝点茶水 再看看电视 完事就睡觉了 就迎接明天的战斗 基本上就这样向你汇报完毕 一 请选择 一位是干练乐观的四号女嘉宾 一位是温柔似水的三号女嘉宾 男嘉宾能否为爱转身 勇敢告白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